中国和日本,在历史上关系不好,中国人对日本人也有仇视心理。 如今国际社会开放之后,中国也以包容的心态,继续向前发展。 和日本的关系也开始缓和,两国人民交往密切。 日本也是中国游客很喜欢去的一个国家,这一来二去的两国之间,也有结为夫妻的。 日本人嫁到中国之后生活怎样?日本妻子?别的都好,只有一点难以接受。 日本女性是出了名的温柔贤惠,虽说日本女性也有不少出去工作的。 但是结了婚之后,一般都会回归家庭,专心在家相夫教子。 日本男性普遍有点大男子主义。 很多家庭主妇,不太能接受这一点。 所以日本女性也很喜欢中国男性。 她们很尊重妻子。 也很顾家。 很多家庭里,都是女性当家做主。 她们也希望能够过这种生活。 日本的文化构成和中国的比较类似。 来到中国之后,日本妻子也适应得很快。 她们本身就很善于料理家务。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 婆婆也挑不出毛病来。 可是就是有一天她们接受不了。 日本女性在自己国家的时候,都很独立。 因为她们和丈夫的分工很明确。 不会太逆呼在一起。 到了中国之后就完全不一样。 她们发现,中国的丈夫都很喜欢黏住自己的妻子。 还很喜欢当住众人的面秀恩爱。 她们不太能接受这一点。 可能是受了日本文化的影响。 还不能马上适应这么突如其来的变化。 其实中国男女比例不均衡。 女性愿意为家庭牺牲。 但并不代表她们在职场上没有能力。 所以中国男性希望能够给妻子更多的关怀。 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和谐。